已经创校63周年的台中市东海大学 一直以来是台湾中部 甚至是全台湾著名的明星大学之一 东海大学的陆思义教堂 更是台中著名的观光景点 东海大学的毕业生校友 也普遍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 2018年11月3号 东海大学特别举办一场 63年校庆即校友总会20周年庆 在一连串精彩的活动当中 上午一开始就有独轮车队绕行东大路 跟东海陆思义教堂的宣誓活动 彻底展现东海校友们的凝聚力跟向心力 中部独轮 五向变境 荣耀东海 加油 加油 学校一直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学长姐母校 所以我们一直很怀念 虽然到了我这个年纪 然后为了展现我们的青春活力 所以我们整个中部的独轮团 就藉由这一次的活动来荣耀我们东海 生生不息 除了展现童心铁马行 荣耀东海情的独轮车队校园巡礼之外 校友和爷爷也提供跳跳舞儿童主题乐园 让亲子同乐 还有残障人士组成的竞歌热舞表演 展现东海人不屈不挠 奋勇向上的奉献精神 整个校庆活动相当精彩 所以吸引了很多东海校友回娘家 尽量把东海的好呈现出来 有不同的面向 也有很多不同的领域 大家都有很杰出的表现 有校友的企业亮点 各行各业杰出的表现 不管是食衣住行 通通有 这边的话是河野跳跳舞 是另外一个工艺的层面 还有风火人 是一个年轻时代的表演 另外轮椅国标舞 这也是很少看到的 这次校方跟校友会 还特别准备了丰富的料理大餐 来感谢校友们的辛苦跟付出 台中市副市长林一银 也以贵宾的身份 代表台中市政府出席这场盛会 东海大学校长王茂俊 在参会时上台致辞时表示 东海大学走过一甲子之后 一定会成为台湾最优质的大学院校 东海的校信是求真 独信 立行 我想这三个话也是成为我们所有东海人的一个共同的座右名 那当然我们今年也很高兴 我们有六位校友获得这个结束校友的一个表扬 非常恭喜我们东海大学63周年的校庆 而且也是我们校友会20周年的一个庆祝大会 那东海大学是台中第一所大学 那常年为我们培育了非常多各行各业的精英 这次的校园嘉年华活动当中 也有许多东海大学在校的学弟妹参与 担任接待跟导览的工作 对于学长们热心回归母校 学弟妹们也都非常的开心跟肯定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活动 我想说服务别人也蛮好玩的 我觉得东海校庆还蛮正式的 对然后感觉就是像这个东海嘉年华 然后那个就是给小孩子那些设施 感觉也比较人性化 走过63个岁月的东海大学 培育了社会各界跟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 而每一年的中年校庆嘉年华活动 彻底展现了东海人的团结跟精神 许多校友也利用回母校的机会 跟好久不见的同学老师打招呼活感情 也算是人生一大乐事 记者陈文旭 杨静 台中报导